马上要过年了 年夜饭上做一道正用的福韵八宝饭 祝福来年五谷分登福星高照 糯米和黑米按2比1的比率粉和 淘洗干净后加水浸泡一个晚上 再倒入电饭锅加与糯米齐瓶的水 按煮饭键煮熟后趁热放猪油和白糖 甜度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节 搅拌并粉和均匀 再准备一个干净的碗 碗中刷一层植物油 先铺一层米饭 压层中间低四周高 再放一块红豆沙 用勺子压平压实 继续往上铺米饭 一边铺一边压紧压平 找一个平盘将压好的米饭倒扣盘中 准备配料 葡萄干玉米粒红枣和枸杞 符字摆中间玉米粒为一个花边 红枣和葡萄干贴周围 水开后上锅蒸半个小时 出锅啦 一个寓意吉祥 好看又好吃的八宝饭就上桌啦